两颗超巨大白色气球直接降落 路中央看起来有点危险 还挂着一包不明物体 如果民众拿脚踏车阻挡 避免行经车辆碰撞 南韩周末又收到来自北边的空飘垃圾气球 这已经是北韩近两周内 第三度朝南边投放气球 据传从深夜到清晨 一共80个地点接获通报 北韩恶意扰乱民心的心理站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这回同款气球多达330颗 但事实上也只有24%抵达目的地 由于朝鲜半岛周日吹西风 有些坠落东部海面和山区 这回里面装的都是碎纸和塑胶废物 并没有像上次发现各种排泄物 这几周发现超过1000颗气球 南韩国防部对此格外关注 周日紧急召开国安会议 周末也下令陆海空军紧急值班